我是S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第八节,看图,说故事 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所做的加瓦应用程序啊,一直都是控制台的字符界面 字符界面呢,可以说是比较简单,或者说是简陋 而且呢,可用性就是用户的这样一个可读性非常不好 而且呢,也不会像操作系统的这种图形界面一样哈,你想要什么点开就好 说起来哈,我们加瓦呢,也提供了图形界面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支持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加瓦的图形界面 那么加瓦为图形界面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呢? 就是Swing组件 当然除了Swing组件,还有IBM提供的SWT哈,等等 那我们首先从Swing组件开始哈,Swing组件 Swing组件的话呢,其实就是加瓦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图形界面上的元素 因为加瓦呢,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种开发语言 所以的话呢,它把图形界面也分解成各种各样的类 比方说窗口类哈,再比方说呢,文本框类 还有呢,按钮类,图片类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类 这些类呢,都组成了图形界面的各个要素哈 共同在一起就是图形界面 那我们学习加瓦的这样一个图形界面 自然就要学习加瓦Swing组件的这样一些图形界面的类 那从哪个类开始呢? 图形界面呢,有点类似于操作系统哈 是基于窗口的,Windows最成功的就是它是窗口式的这样一个图形界面 那加瓦也模仿出了这样一个图形界面 现在呢,我就创建了一个TestWindows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呢,是我想要构建出属于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窗口界面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就要学习一个类叫做JFrame JFrame的话呢,Ctrl加1看一下 它是在JavaX点Swing点JFrame哈,Swing包之下 那现在呢,我们打开JavaX点Swing包 这个包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呢? 看一下介绍 Swing包提供的都是一组轻量级的Java组件 其实这个包都是提供一些图形界面组件的 打开看一下 我们要学习的,首先学习的就是JFrame哈,JFrame JFrame的话呢 这个类 是提供一个窗体类的哈,窗体类 那现在的话呢 我把它作为构造方法中 Test Window 放到构造方法里面去初始化这个类的对象 想想看哈,类是抽象的,而对象是具体的 也就说明我要初始化的这个JFrame的对象F 就是一个特定的窗口 NewJFrame 好,我在NewJFrame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我在调用它的构造方法 它的构造方法有四个 有不带参数的,也有带参数的 我们先使用第三个哈 第三个就是创建一个新的 初始不可见的且具有指定标题的 Frame窗口 也就是说我给的参数是一个Street类型的 这样一个字不串 这个字不串呢会是窗口的标题 好,给一个字不串长量 这是我的新窗口 好,梦方法里面做什么呢哈 当我构造出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在梦方法里面只做一件事情 NewTestWindow 梦方法写的简单 实际上在New的时候就构造出一个TestWindow类的对象 TestWindow类的对象在构造的时候就会自动去调用这个方法 就会执行F对象的初始化 但是请注意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窗品是初始不可见的 我要怎么样让它可见呢 两步走 第一步 F对象有一个方法叫做Satter Size Satter Size的话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Wides和Hit 我都写上300300 这是宽和高哈 再然后呢 F点要设置它可见就必须有个方法 Set Visible True Set Visible True 好的 现在我运行一下 整个代码的运行程序就是MEN方法的第一句话 NewTestWindow就会自动去执行 TestWindow类的构造方法 初始化F对象且设置F的宽和高 再设置F为可见的 好 这个时候当我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 当然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窗口 有一个标题 这是我的新窗口 但是这个窗口上什么组件都没有 没有文字 没有文本框 没有按流 当我最大化的时候呢 它布满了我的整个屏幕 还原的话呢 也会还原 最小化的时候呢 它都放到了工具栏上 再点击一下又会还原 这个窗题的初始大小是宽为300 高为300 接下来 接下来 setSize哈 setSize方法 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setSize的话呢 是设置的宽度和高度 单位都是像素 注意一下 单位都是像素 那setVisible呢 就是设置它 设置F这个对象是否可见 如果我没有这句话的存在 你会发现 虽然我运行了这个程序 但是窗体什么都看不到 是隐藏的哈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运行起这个窗体之后 你会发现我关闭掉这个窗体的时候 这个程序还在运行状态 这个红色的按钮 哈 Termilator 只有我点击它以后 这个程序才算退出 那我怎么做呢 F点 Setter Setter Default Close Operation 就是 Default是缺审的意思 Close是关闭 Operation是操作 就是设置缺审的关闭操作 设置我这个JFM窗口对象的 缺审关闭操作 是什么呢 Exit OnClose 就说关闭窗口的时候 就自动退出 哈 程序 JFM打点掉这个字段哈 很明显是静态的 好 现在我再运行一下 好 关闭它 好 自然整个程序都退出了 如果没有这句话 我运行N次 一次 好 关闭 再运行一次 关闭 好 这个红色的东西 都 依然存在 说明我这两个程序都没有死亡哈 接下来我在进程中去看一下 好 出现了好多JavaW.exe 我再运行一个 关闭 好 我又出现了一个JavaW.exe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是MyClips 6.5 MyClips 6.5的进程呢 也是JavaW.exe 但是最大的那一个 好 剩下的呢 都是刚才的运行而没有关闭的程序 关闭 关闭 关闭掉一个 好 少了一个小的 接下来 再关闭掉一个 又少了一个JavaW.exe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程序没关闭 好 终于关闭了 想想看 如果我不设置这句话的话 就相当于 我虽然关闭掉了窗口 但是 进程仍在 如果有很多的进程存在 我的内存就消耗完毕了哈 好的 这个就是 就是Java图形界面的 第一个学习的要点 Jeffram对象 所谓的Jeffram对象呢 就是指窗体对象 没有一个窗体对象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窗体 当然前提是你要set size和set visible 那如果我初始化 两个窗体呢 好 F1等于new Jeffram 窗口2 设置了F的这样一个大小 同理 我也可以设置 第二个窗体的大小 这个地方得变成F1了哈 F1点set visible F2 好的 接下来我运行一下 诶 虽然跳在表面上的好像是窗口2 但是我把它挪开看一下 在它底下还有一个窗口哈 这就是F对象 这个是F1对象 哦 我只设置了 OK 我这里设置了是关闭掉F 哈 就第一个窗体 整个程序就关闭了 好的 为什么我要留两个Jeffram对象 就是想告诉大家 每一个对象都是具体的东西哈 我留了两个Jeffram的对象 就说明我会出现两个窗口 每一个窗口都是特定的Jeffram类的这样一个对象 好 这就是我们Java图形界面的第一次课哈 图形界面的入门 介绍了的是Java、XM、Swing包之类的Jeffram类 这个Jeffram类呢 就是窗口类 窗口类的对象就是具体的一个窗口 我每留出几个对象就会展示出哈 就会留出几个具体的窗口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窗口上放图片啊 放文本啊 放按钮啊 等等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在图形界面上怎么放置其他的组件 我们下次课再继续学习 好 拜拜